嗨 大家好 我今天想分享的就是 你身边的人 你要记得帮助一些身边的人 也许你觉得你不能帮助很多人 但是就是偶尔帮助一两个人也好 因为我觉得就是最近有一个人 我就跟他彼此有在写那个email嘛 写电子邮件 就是我们两个可以彼此鼓励 我们也在差不多的情况 因为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做过一些案 所以他很难找工作 所以他常常没有钱 然后我是因为告别人告得太多了 所以可能是人家也怕我 所以我们就是有一点这种 就是比较相似的情况可以互相帮助 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帮助身边的一些人 因为你帮助他们也是等于你帮助你自己 因为圣经也是说 你要害别人就等于你害了自己 你帮助别人就等于帮助自己 就是有这种属灵的规律是这样的 还有对你不太好的人 就是尽量不要跟他们有什么来往 然后就是他们不存在 就是因为那个智慧的天使曾经说 你跟哪些人有一些冲突 或者是你们有一些纠纷 就是把那些人当作不存在 就是我们基督徒说要爱别人 但是有些人就是他们一直对你不好 像牧师也是说你们家里的人对你不好 所以就尽量避免跟他们在一起 因为他们也会影响你的情绪 我是跟大家讲 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有时候 我觉得虽然要 设法去爱别人 可是有的人就是给你找麻烦 所以还是要保持一点距离比较好 而且就是 就是不要理那些人就是了 所以我也是劝大家就是要 这样子 因为他们能影响你 让你情绪不稳定 或怎么样 有的人是故要找茶嘛 是不是 好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天就是想祷告智慧的天使 智慧的天使 求你高磨我们的口 让我们说是智慧的话语 智慧的天使 求你帮助我们在生活中 充满智慧 有智慧的言语 感谢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就好 还要继续为那个案件祷告 是吗 赖妈妈的案件 智慧的天使 求你吃下智慧 让我们怎么样应对这些官员 还有 求你帮助我们 就是智慧的天使 然后钱的天使 赐下我们金钱的风雨 还有食物的天使 带好吃的东西给我们吃 就是我常常祷告这些天使 还有一个天使是美丽的天使 帮助我们能够更美丽 就是外在内在都很美丽 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